想一開始我們先來關心 鳳台的外圍環流的影響 南島林愛山區是繼續路街的大水河 在第十四山 保理到武衫 煙山區就倒閉去 繼續來追究這個交通關節 在南鳳川 也有村庸保路這邊 是團出了土久流的災情 另外南島林愛鄉 姓宇鄉 也有苗栗的三一鄉 怕你會不會天班天庫 拜六一早 南島林愛山區的雨 也是不會洗 差不多有三十幾台 準備熱線的大四台車用 還要卡在有時的道路上面 因為大荷作成來往保理 還要有時的第十四山 沿路有很多有意義的山坡 發生防山 還要路接流室 道路因為這樣回去 才能進行交通關節 說到總局還要在專領秋通 道路回去做成很多不便 有人習慣要送菜就算 有人接著要趕回去處理 這一段就等了一天一枚 現在也只能等待 稍微 道路可以趕快手通 如果看今天能通的話 就盡量好會把熱菜也沒有 送到市場裡面 不然那熱菜就會壞掉 早上看是往花蓮跟這邊都是 好像都封起來的 只是看哪邊先通就走哪邊吧 但希望是這邊 但這邊好像聽起來蠻嚴重的 在台14山沿山的倫愛南洪村 不然家裡有時 道路去給土石流蓋過 當地也有差不多六十個民族睡覺 警方已經合作安地 為南洪村又在往山店走的村用步驟 道路也是長了 加上因為倫愛適合美阿嬤 就因為風雨影響 一度做成兩千三百幾號停電 未就村用步驟的機避 等到天降之後 才沒有好替日降雨 昨天晚上才是下午吧 下午差不多四點多 到五點的時候開始停電 直到現在都沒有電 另外在台14甲山上的青棉農場 也在五號六號太陽 水面很多路段 也去土石流沖到破爛爛爛 等到這邊出現嚴重的八分 爬順 等紅紅過後 相關太順的道路 可能只要加一段時間才可以收覽 既然南岛综合报道